你来我月地做什么 张仪此番前来 是要告诉公子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楚国驻守巴蜀 主力军队直奔寒谷关而去 此时的楚国 境内正是兵力虚空之时 也是吴明公子率越国勇士 起兵矫处的大好时机 想必吴明公子等这一天等很久了吧 你的意思是 让我就此复兴越国 正是此 可我怎么觉得 你是想借我月人之手 分散楚国兵力 然后从中制造混乱 吴明公子 你是越国王氏 难道你忘了当年复兄之仇 忘了越国灭族之恨了吗 这是我们越国自己的事 跟你们秦国有什么关系 更何况你们秦国又什么时候善待过我们岳国 像你这等懦弱忘本之人 简直不足于梦 公主 如今越来越多的部落 都开始为吴明马首事战 就连族人当中 也有不少人 开始积极拥戴吴明为新王 我这个侄儿 在楚国那么多年 连个雄怀都杀不了 如此没用的东西 还有这么多人奉他为王 公主 我看我们得早做不说 免得王位真的落入他人之手 说得容易 吴明毕竟是我王兄最后的血脉 想要弄倒他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想要得到越国的王位 似乎不必如此纠结 只要领兵灭了楚国 报了越国之大仇 自然会得到越国万民的拥戴 对吗 吴昕公主殿下 你就是张仪 正是在下 你要见我 所为何事 张仪此番前来 正是助公主 攻打楚国 你说得轻巧 这么多年 公主一直带领大家 伺机兴兵复国 却也只能在楚越边境 给楚国制造点小混乱 根本无法进其腹地 所以越国这次 要和我秦国联手 雄怀亲率楚国的精锐兵力 直赴韩谷关 楚国境内 此时正是兵力虚弱之时 我秦国从西边去攻打 越国只需从东边突进 直取引渡 楚国必办 吴昕公主报了越国大仇 立了头功 又由我秦国扶持 岳王之位 何愁不是公主囊中之物 公主 此时起兵伐楚 正乃天赐良机 我越国被楚国欺辱多年 这一仗由秦人相助 必能踏平楚王宫 杀他个片甲不留 保我越国血海深仇 吴将军 我军当中 你最负作战经验 此次就由你来统兵 是 公主 此仗不能打 姑姑 张仪一向来奸证 他在这个时候鼓动我们攻打楚国 其目的无非是想利用我们撤走楚国 达到秦国称霸天下的野心罢了 我吴明当年从楚国逃出来 全赖去援舍民相处 我早已答应过他放下仇恨 待族人过平静的日子 难道我等要做背心忘义之徒吗 吴明 姑姑 就算我们拼上所有的残骨力量 待族人血斩沙场 到最后也是为他人做嫁衣呀 值得吗 吴明公子说得有理 秦人犹如豺狼 老臣实在担心 他们实在利用我们 最终殃及的是越国族人的安危 万一 我们仅存的不足 也被楚国殲灭了 不能报仇血恨 族人狗决一世有什么意义 你这等贪生怕死之徒 不配送我越国子民 姑姑 还有妾战呢 就是一样的下场 姑姑 你竟然斩杀自己的祖连 来人呢 姑姑 得罪了 我能够遗免你 早知道你一直无心对付楚国 没想到你现在甘愿做楚国的一条狗 你还有什么资格来治理我越国 把无名给我押下去 没我的命令 不准放他出来 姑姑 你就这么希望我死 这么想做这个王猫 这是你逼我的 还不把他带下去 吴将军 公主 宫处一事交给你了 战防部署 尽早安排妥当 遵命 公主